《失蹤網紅》英文片名叫 A Simple Favour就是一個小忙的意思喔 大陸片名翻譯得相當精準 而電影劇情顧名思義 原本只是好姐妹請對方幫個小忙 去接孩子下課 結果這位有死侍 萊爾雷諾斯抄政老婆 Black Lily所主演的神秘辣媽 就這樣子憑空消失了 而另外一位網紅閨蜜 開始抽絲剝繭 想要尋找好姐妹的下落 還號召網友一起來當柯南 沒想到就扯出相當複雜的一連串秘星 這部電影雖然當初才花了2000萬美金拍攝 算是小成本 不過我覺得劇本寫得相當好 是一部扣人心弦 從神秘失蹤案 扯出很多案外案的驚悚懸疑片 如果要跟人肉搜索這兩部片相比較的話 其實這一部也就是失蹤網紅 故事複雜很多 人肉搜索的大亮點是 電影陳述的手法前所未見 而這部失蹤網紅則絕對是劇本跟劇情取勝 尤其是電影的結尾 他的呈現方式 甚至會讓觀眾誤以為這是真人真事喔 但其實他是改編自2017年 暢銷小說最好的朋友 而這位小說作家達希貝爾 他本身就是一位幼稚園老師 所以才會寫出一部以媽媽顧洛克為主的驚悚懸疑小說 而電影裡面的兩位女主角 過去總是被認為漂亮花瓶的這位Black Lively 他演這位神秘美艷而且詭訣多端的媽媽 真的是相當合適 時而甜美又時而性感 讓人捉摸不定 和另外一位看起來是宅宅好媽媽的安娜坎卓克 形成強烈對比 這兩個截然不同類型的女人大玩心機 也是這部電影的亮點之一 人們為自己的原因做壞事 我不要認識你的秘密 告訴我 CrierTouba CrierTouba